Hello,大家好,我是Mr.Emman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HKDSE 2014 Mathematics Core, People 1, Session A2, Question 12 請留意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是未理解我做這支影片的理念 又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此影片 請你Posture畫面 否則我們可以繼續 臨入這條數之前 我們就會簡單地講一下 Circle Equation 一般來說Circle Equation就會有General Form 透過Competing Square 我們就可以寫成為Standard Form HK就是Center的Coordinates R就是半徑 我們也可以在過程中觀察到 在General Form的X coefficient D Y coefficient E 以及Constant Term 可以組成Center的Coordinates 就是H就是-D over 2 而K就是-E over 2 甚至R就是半徑 也能做出來的 就是H的2次 加以K的2次-F 也可以 或者畫面的表達方式也可以 好,那我們去到題目 題目 我們就要找到Equation of C 那它擁有的是什麼呢? 擁有的是這個... 這個... 2點 我先留給大家看 它擁有的是2點 A就是Circumference Point 而G就是Center OK 既然是有Circumference Point 就馬上透過這個Distance Formula 我們就可以選到Radius是10 塞到Circle Equation裡面 就會出現了Standard Form X-0二次 就是X二次當然可以 在Standard Form裡容許 好 接著之後呢 你只需要做一個很簡單的Expansion 和做一個... 調項呢 就會... 產生了General Form 事大一個都可以是Marking Scheme的答案 A部分完了 去到B了 B呢 我們就要找一個... 叫Moving Point的... Point P 它的Locust 那Locust的名字 我們也都叫它做Gamma 是Greek OK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就把那個P的Coordinate 就Letch了它做XY 那透過這個Distance Formula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Locust的名字 找出來 就是AP等於GP OK 那我們塞進去 GP也是用同一條Distance Formula 去塞回所有的數字 那一起左右手 TickSquare 就是跟Square Width cancel了 之後就做一個很簡單的Expansion 我們就會利用這個橫等式 橫等式 我也都在畫面上都展示了給你們看 嗯... 螺色那三條就是Basic 而Advanced就是... 飛機坐部分 就會是另外兩條 OK 那你可以看看 如果是做Factorization 我就更加會提醒自己 就是看到兩個P2 我就會想起這個Identities 剪開就很自然 就是Expansion Expansion之後 整理好位置 除了Command Factor 是4 就出現了3X加4Y-37 就會出現了這條Locust equation 但是AP等於GP 其實是說什麼呢? 其實它是說一個動點和兩個定點 就是要保持等距 原來呢? 這個Locust 在我們的課程中 我們要學的Locust 或者六個就是Loki 我們就是要學六種 根據DSE的課程 它也有說的 就是一動點和一定點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保持等距的話 就會走出一個Circle 紅色的那條 如果是一條線和另一點 保持等距的那點移動的話 紅色那一對就是Locust 就是走了對Pairlet Line 如果它不是跟一條Line 是一個Segment Segment有頭有尾 又要保持等距的話 其實跟剛才的兩個Case是相似的 只不過去到盡頭的時候 就是走半圓 當一條線段 除非走到盡頭 否則它保持等距的話 就是走了一對平衡線出來的 而剛剛我們的Case 就是一個動點和兩個定點 保持等距 你會看到 由於它怎樣走 AB它只要連回一條線 而保持等距的話 就會做了一個Isocist Triangle 等腰三角形 而等腰三角形 它剛剛走的那條線 由於保持等距 這樣就會是一條垂直平分線 走出來的 Perpendicular Biceta OK 如果一點和兩條定線 保持等距的話 這兩條線本身是parallel 那它動點的Locus 都是parallel的線 走出來的 如果跟一對線是相交的 即是Intercepting Line 那它就會做了一個Angle Biceta 出來的 或者一對Angle Biceta 走這個Locus出來的 那這六個是你需要學一學的 OK 那這次就是一動點和兩定點 那就是Perpendicular Biceta 如果你有這個 那你的計算 也許可以快一點點 或者是另一個方法 作為一個Turning Method 也不錯的 就是我 明知要計算這個Linear Equation 因為Perpendicular Biceta 是一條直線 即是Linear Equation 那我馬上就叫給你看 那A和G的Midpoint 是否很難計算 當然當然不是 加上除以2 可以嗎 X有X計 Y有Y計 那而那個斜率呢 斜率就是 A、G的斜率 和Locus的斜率 成為是-1 那我也要寫的 當然很漂亮 但如果你手計 當然要快很多 好啦 你既然有斜率 那就點斜式 Point Slope Form OK 你一樣都可以計算到 3X加4Y 減37 那B1呢 兩個方法 我都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就再下 那它呢 突然說了很有趣的 就說這個 Locus 即是這個Gamma 的Equation 其實是 有什麼Geometric Relationship Geometric Relationship 即是幾何 它是什麼 簡單點說 Gamma 就是一個Angle By Setter 這個 都不用煩的了 OK 我再給大家看多次 這個動畫 首先呢 就有兩點 我們先連一條 它連一條虛線 即是 這個所謂的半徑 那現在保持等它的話 就和這條虛線 A、G這條線 就是保持一個 Perpendicular By Setter OK 那它問 Geometric Relationship 那就寫下了它 可以嗎? 即是Gamma 和A、G的relationship 好 之後 就再說 現在這個Gamma 就會和這個Circle 就會有兩點 就會割了下去 好 那我就寫下了Q和R 出來的了 OK 一條線和圓形有兩點 那兩點叫QR 沒問題 那它就再問 喂 如果現在我將 A、Q、G、R 聯合的話呢 我想找這個Parameter 那到底是說什麼的呢? 那其實這一點 就是關於Circle property 的 那我們就 想一想 啊 原心 走一條線 到QR 原心走一條線 到QR 那就只有兩點 我們要記 第一 就是 因為平分 所以垂直 因為垂直 所以平分 第二 就是等然 則等然心距 等然心距 則等然 因為G 就是所謂的 現在它就走到終點 A、G 就跟那條 QR 又或者 G S 就跟那條 QR 就是 Perpendicular 因為垂直 所以就會平分 OK 那我就證實 還有QS 和SR 就會是雙等的 理由就是 Perpendicular From Center Bisette Code OK 而 A、S 為什麼跟SG 一樣呢? 因為它是 Perpendicular Bisetter 當然 A、S 和G 是雙等 OK 那還加了一件事情 就是 GQ 和Gr 都是雙等的 為什麼? 為什麼 GQ 又會是雙等? 喂 半徑嘛 根據這三件事 對角線評分 再加上一對輪線 是雙等的 我可以證實一件事 它的四邊形 就是Rombus OK Rombus 這樣的話 這個Permitter 很容易計 半徑是十五萬 就是十乘四 那你也看到 我這個淺藍色的Plan 就是告訴你 Explanation only 你是沒有必要 沒有責任 去交代 在你的作答裡面 我因為要講解 所以我就要交代 給你聽 為什麼 無端端有一個Rombus 出現了 OK 好 那就說完了 由於我們 HIGH到Circle Properties 那你也知道 我慣性地看到Circle Properties 我就會 用一個洗腦的方式 是這麼跟你說 我希望你可以記住 剛才如果你不是我的 舊客人 突然間說什麼 因為評分 所以垂直 這是什麼 看著 現在 有個條件 就是評分 就是AP 等於PB 就是因為評分 結果就是垂直 這個我就教了你背 怎麼說呢 就是原生坑至 言終點 言終點 還不是評分 發生什麼事 就是 垂直於言 原生坑至言終點 連線垂直於言 英文就是Line Joining Center and Mid Point 見到Mid Point 就是評分 發生什麼事 就是Perpendicular Chord 反過來 因為垂直 所以就是評分 就是Perpendicular Line From Center By Z Chord 因為 Perpendicular Line 就說了是垂直 所以就發生平分 就是原生坑至言 垂直 垂直 就是Perpendicular 那就評分了言 好了 等言 則等言心距 等言心距 等言 則等言 也比較容易背 就是Cross Equal Distance from Center Eco Eco Cost Eco Distance from Center OK 那這個我當然 鼓勵用中文記 真的異記很多 但是寫 如果你寫英文那些 就是我在邏輯上告的思維上告記 比如說 我是因為評分 所以垂直 這是邏輯思維的計算 來的 好了 去到第二條 一條就是線 兩條線加起來就是角 而關於Circle Properties的角 就是圓心角和圓周角有兩倍的關係 留意圓心角和圓周角兩倍的關係 我會怎樣想 我會怎樣記這些圖 我不會記圖的圖形 我會記一些Defination 圓周角和圓心角是兩倍 圓心角是怎樣來的 沒錯 就是由兩條的半徑才會有圓心角 這兩條半徑牽涉到兩個圓周點 例如畫面上的AB 這兩個AB 我們要同時間射出兩條Code 射出兩條線 在圓周點 例如C 這樣就會有兩倍的關係 但還要留意一件事 當我們有OA和OB 這兩個半徑的話 其實我們把圓形切成兩個線形 圓心角兩倍圓周角 就要大家在不同線形 其實是交錯線形 如果大家在同線形 就沒有這種兩倍的關係 好 當那兩條半徑咬了圓心角 由於兩倍的關係 圓周角就是90度 就會出現Angle in the Semicircle 半圓上的圓周角 而 只需要你看到第三角 就是Angles in the Semicircle 就是同公形的圓周角 你也是 這次就是AB的兩點 沒有射兩條半徑出來 射多額外兩條角 就去F 如果你能夠定了畫面 然後拿一筆筆出來畫一畫 在AB上畫的圓心角 它一定是2-Δ 而AB射了兩條角 去F 那一定是Δ 你就會證實 角C和角F 都是Δ 三條線就是三角形 當然 Circle properties裡面的三角形 就是我所說的鐵三角 Golden Triangle 那就是圓角 這三樣東西 就會在1比1裡面 就是乘正比的 1比1 OK 等圓對等圓 等圓對等角 而這三樣東西 就是排前後的三排二 那就是3P2 所以有6個這些 property 衍生了出來 好 另外 就是由於湖 湖長 是透過圓心角去計算的 所以Arc Link 就是Proportional to Angle 中文我會寫得更加清楚 就是湖長和圓心角成比 湖長和圓周角都成比 那就是圓心角成比 你就明白 因為湖長是由圓心角計算的 那為什麼和圓周角都成比呢 那很簡單 因為圓心角和圓周角 永遠有一個倍數的關係 所以公恩子不影響比的情況下 仍然是保持著同比的 角和湖是保持同比的 好 那我們去到4了 4條線就是四邊形 在Circle properties裡面 關線就是原來接四邊形 就是Circle Quadrilateral 無論它的內角對著加上180度 還是外角對著的外角 都會產生了兩個Proportional 反正 反正 就是反正 只要你四邊形 對角加上180度 就是Opposite Angle Subumentary 就可以證實了 這個Circle 4點共緣 OK 那外角也是一樣的 Exterior Angle 就是Interior Opposite Angle 為何這個Converse of 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 都可以用來證四點共緣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個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 就會動用到四個圓周點 比如R和S寫了兩個Circle 去一個圓周點 就叫P 再同時間寫兩個Circle 去Q 由於P和Q都是圓周點 所以我們每次看到這個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就會動用到四個圓周點 反正 看到圖形像球胎一樣 而角A等於角B的話 這樣的話 它們就會動用到四個圓周點 也證明到它是Concyclic 好了 到第五了 當然沒有五邊形 到最後 就是有切線 切線你記得什麼呢 切線 Tangent就是觸一點 Touch as a Point 那為什麼切線和半徑會互相垂直呢 也是非常簡單的 那條Tangent AB 你只能夠碰到圓一點 假設也碰到P 那圓心和D一個線段 的最短距離 就是R 就是半徑 因為你拉下去就是半徑 圓心拉一條線 到圓周點那裡 由於一線 一點的最短距離就是垂直 也解釋了半徑是垂直 要切線的 而Tangent Properties 你每一次都會動用了兩條Tangent 那如果你看到畫面 其實就是已經有一對的 Cringent Triangles 就是RHS的理由 那S呢 就是那對半徑 OP和OQ一定是相等的 那R直角是什麼 那當然是半徑和Tangent 互相垂直 所以出現了一對直角 而最後H就是Hypotenuse 就是斜邊 就是OM 畫面上的OM 就是斜邊 就是一個公共邊 可以嗎? 好 所以既然我們知道 有一對的全等三個人 我們當然可以利用 Cringent Triangles 的Properties 但是呢 為了簡法 我們都叫做Tangent Properties 就是那對α的角 即是原心角 相等 膠點那對角 Pha也是相等 而兩個Tangent的長度 亦都是相等的 根據Tangent Properties 好 講到最後 就是交錯公形的原則角 Angles in Alternate Segments 那怎樣理呢? 首先就是 P和Q是最重要的 有條Cord 產生了 這條Cord和Tangent 就會夾了一隻角 那個角 中文很好聽 就叫做 延切角 英文就沒有那麼好聽 英文就是 Cord Tangent Angle 這隻延切角 就是Pha 畫面上的P那種角 只要在P和Q 即是兩點 那條線 那條就是Cord 這個Cord 就會將整個圓形 分開了做兩個的公形 兩個的Segment 那PQ 你是射一個Cord 去到一個圓周點 R那裡 組成了一個圓周角 Angle at the Circumference 那這個延切角 和這個Angle at the Circumference 的圓周角 就會是相等的 好 講到這裡 終於講完Circle Properties 這一條真的要完 那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是Howful的話 麻煩你share出去 有問題就e-mail給我 那這節經文就是送給大家的 希望就是 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 大神卻教了你生命 有緣的我們在樓下兩間教會見 拜拜